大家晚上好 我叫崔小姐 26岁 山东人 毕业于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会计金融专业 大专业业 参加工作4年 有3年的销售经验 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想找一份销售渠道拓展 营销助理等相关的工作 我是一位漂亮妈妈 请大家支持我 漂亮 我的问题是你是妈妈吗 什么叫你不漂亮吗 那您多想了 26岁 对 孩子多大了 一岁三个月 结婚很早 10年 愚人节 愚人节 对 结婚 我给自己开了一个超大的玩笑 什么意思 10年愚人节 我和自己相恋两个月的男朋友 去了民政局 然后赶了一把时髦 我们散婚了 散婚了 对 双方家庭不支持 经济上也没有支柱我们 我们就裸婚了 裸婚了 对 听你这意思是 后来又分了 是的 在孩子多大的时候 九个月的时候 孩子九个月的时候分的 然后孩子跟你 对 所以 现在算 现在算单亲妈妈 对不对 对 我单身 单身 单身妈妈 我不是要 接你的伤疤 通过这段经历 你总结自己性格上的弱点是什么 做没做过总结 也想过 我是那种比较雷厉风行的人 就是有了这种想法 就要去做 去试一把 就比较赶闯的性格 小浅 雷厉风行 还有一个难听的词 那个词两个字 叫莽撞 是的 你是不是个莽撞人 有时候我会是 刚才你自我介绍也说到了 是的 你是大专一业 又为什么 跟我的家庭有点关系吧 是在07年 我父母经营的一个养殖厂 出现了一点小状况 所以我妹妹当时在读高中 我们俩的生活来源就没着陆了 然后我想资助我的妹妹上学 所以我就没有去回学校报到再交学费什么的 然后我就会选择其他行业 就是去做推销 比如珠宝店的那个推销 那个 但是因为小浅 你知道我是在大学做老师的 一旦有一个同学在家里面经济上出现状况 尤其到了最后一年 跟学校提出申请 学校都可以暂缓收学费 你现在这个选择前两年就废了 所以这算不算又是一个 莽撞 然后和一个男孩认识两个月 4月1号结婚 然后有了孩子又分手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今天找这份工作 你有没有想清楚 今天找的这份工作 你给自己的那个工作的定位 会不会又莽撞 不会的 因为我有了宝宝 我要负起一个母亲应该尽的责任 我现在特别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这些年主要在干嘛 这些年我主要是在一家企业工作 什么企业 一个检测行业 你的工作职位 销售部门我做了三年 怀孕后期了 我就不方便再去谈客户了 所以今天你给自己的 那个职业的目标定在哪里 小便 我个人比较喜欢教育时尚行业 教育或时尚行业 对 是吧 你说的教育 你的目光在陈浩身上流转 是吧 今天还有红尘教育 也是教育 是吧 你说的时尚行业是 时尚行业比如 杜志健老师那边 营销助理 杜志健老师那叫时尚行业 我感觉那边比较时尚 算是时髦吧 志健你这不叫时尚行业吧 不算时尚行业 他那个应该叫什么 叫营销行业 对 创意产业 是吧 创意产业 甚至于咱们就说 它是个和互联网 更相关更接近的产业 都聊得上 它不是个时尚 爱乐佛算是互联网中间 比较时尚的 谁 爱乐佛 你们为什么时尚呢 引领生活方式嘛 引领生活的这个潮流时尚嘛 你知道我活了很久 我从来没有被你们引领过 就你不太时尚 每次穿的衣服都一样 但是你知道 我给你普及一下 蔡虎 大品牌 看着都一样 对 大品牌不老改款式 因为一个款式 一旦确定下来 那就是范 我刚刚我觉得你还真的不懂时尚行业 大品牌是有基本款 那是不改的 几十年都不改 但是每年都会出新的样式 你懂 但你懂穿基本款 你懂穿成这样 你说的那个叫真脸 对 邵刚你穿了一件 百合法挺时尚的 穿了一件仿佛退了色的砖红色的衬衣 仿佛没有洗干净的白的外套 和一件灰秃秃的长裤 并且配了一双白鞋带的鞋 知道真要是把鞋带那么露出来 应该是什么鞋带吗 彩色的土人 太厉害了 无语了 无语了 你看人家黄海南 你看人家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子 哇 扣子都破了 还跟人说时尚 还基本款 我比你强点 嗯 那个穆妍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学学我 安静一点 对 你要说时尚 看你怎么理解 百合在吗 说实话 百合 我不太认为时尚 好 结束了 OK 好的 这轮谈话非常的有效 以 求职者的一个判断 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说自己的优势和强项 你这些时尚行业和教育行业 你做什么 我主要是还是从事以前的岗位 销售 这样会不 销售是你帮我搞 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啊 嗯 我觉得挺好奇 因为我看你的 估计你们俩结婚的时候 家庭环境不是特别好 双方的哈 对 我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你在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产 肚子已经很大的时候 提出了辞职 嗯 我想 嗯 开始的时候 我想做一位全职妈妈 但是后来我发现 生活并不允许我这样 我觉得一个成功的销售 有一点啊 成功的销售 必须有很缜密的这种思维能力 而且呢 愿意冒险 但是不能冲动 当然我很同情您的遭遇 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这样 你来帮我问销售的问题 OK 首先要搞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你做到 八千到一万这个月薪的时候 在你的销售团队里 排名大概是什么情况 在女性当中 我是排名第一的 你们销售团队 女性有多少人 嗯 三到四人 团队一共有多少人 七个人 七个人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什么样的产品 嗯 是针对那个建筑行业的一些建筑材料的检测 出去检测的报告 你给我举个例子吧 当年有没有你一个至今回忆起来 觉得可以拿作当作一个很厉害的成绩的这么一个单子 你给我描述一下你是怎么把它拿下来的 总金额是多少 描述一下这个过程 简单一点 嗯 记忆比较深的是 我在转入销售 三个月之后 一装地铁线再修建 然后我就不停地去施工方那边去跑 当时在一个实验群 就是KQ群 通过聊天认识了一位实验 就是工程现场的实验工 就是负责这些材料送检的实验工 然后我先给他关系搞好 然后他再一层一层 把我们公司的资质上报 嗯 然后引荐给他们的负责人见面 这单卖了多少钱 嗯 每个月的实验量 嗯 金额应该在十万左右 互联网公司在你的考虑方面吗 嗯 可以考虑 互联网行业也可以考虑 你叫勉强是吧 你最想进的行业是什么 教育行业 理由是 为了我的孩子 为了你的孩子 就是陈浩曾经说过 你要是进了优政教育 你的孩子的教育就 可以免费了 是这句话吸引了你吗 不是 那是什么 我有自己的职业规划 嗯 我想在一个行业 长时间的干下去 我的职业规划是 两到三年走到管理岗位 嗯 三到五年走到分公司经理 或者区域经理的岗位 我想回老家发展教育行业 明白了 明白这路径了 未来是想做加盟 啊 未来是想做加盟 或者说区域经理的 来 十二位 崔小姐 逝去逝流 选 外南离开 泰国李树军 沐延 姚静波 刘慧普 六位离开 六位留下来 天生为后 来 少刚我说一下 我灭灯的理由好不好 呃 因为我们也都是因为 聚美没有销售职位 嗯 其实我认为任何时候 在QQ群里发现一个 关键联系人 这绝对不是天下 就要馅饼的事 嗯 我经常跟我的同伴们说 就是说有些人会认为 他大尖胖的人 正少帮自己了 嗯 如果你不自己留意 这些线索 你是不会找到的 是的 第二个 刚才他找到的是一个 非常低端的人物 是的 他能通过这个人物 一直摸到上线 这是打 典型的大客户销售的 做法 我不可能一下找到陈浩 我找到陈浩的一个门位 嗯 找到陈浩的门位 这是陈浩的秘书 然后到车户里怼陈浩 这是大客户销售常用的方法 嗯 所以我觉得呢 今天我们灭灯 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行 嗯 而是我们没有销售职位 知道 所以希望你在下面的面子中 把你的事情提起来 而且把你自信的状态 调动出来 小姐 好的 对 小姐我也再加一句啊 给你 就是好多人啊 是在人生中慢慢的犯错误 你呢 其实把可能别人 医生可能要很大年龄的时候 要犯好多错误 你等于一下子 在很年轻的时候 其实都犯过了 这是什么理论 所以你 有的人是慢慢犯 你是集中 一下子都犯完了 所以 对啊 该经历的也都经历过 该看的也都看过了 所以没问题了 我觉得反而 该稳定 那我就要再补充一句了 我觉得 前面犯多少错都没有关系 但是重点是 我们经历的东西 一定要有所学习 可是在你刚才总结 我要找这个工作 然后我要干什么干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你的学习不够 好 谢谢 谢谢陶老师的冷静观察 和杜奎老师的热情鼓励 来 灵灵 是这样啊 放松一点 然后我有一个故事 要跟你分享 同时呢 你要回答我的问题 故事的题目叫 燕鼠的故事 那一只小燕鼠在前面跑 一只小兔子在后面追 然后燕鼠呢 兔子为什么要追燕鼠呢 嗯 还没开始问问题呢 嗯 然后呢 这时候小燕鼠看到一个树洞子 钻进去了 然后小兔子觉得没去 就爬到树上 这时候呢 在这个树洞门口 有三只大狼狗 然后呢 这小兔子一下子不小心 没扒住 把三只大狼狗砸晕了 好 你可以问我问题 随便问 我想问 这只小燕鼠 为什么要躲到洞里去呢 谢谢 非常好 什么问题这是啊 是这样 他是这样 他是 因为我的名字叫燕鼠的故事 那很多人都会问 说小兔子怎么会 砸被晕三只猎狗呢 很多很多的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小插曲 那么真正要问的 就是燕鼠 为什么钻到树洞里面 或者燕鼠跑到哪里去了 这才是核心 也就是说 核心因为我的题目 叫燕鼠的故事 我还没讲完 但是呢 我这时候会让他提问一些问题 那么我也想再考核 他的这个目标 其实在这里边 我刚才看了 他所有的经历里边 我认为在某一个阶段里边 他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那所以如果要说 做项目的这方面 或者是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任务 我相信他是胜任的 谢谢 哇 灵灵你知道你问的这个问题 把我们都吓死了 每个人心里面 都想了一个问题 在你给了答案之后 大家都不敢问了 那我是哪类 我问兔子为什么要追燕鼠呢 我是哪类呢 点评一下啊 就是很容易受周围的环境所干扰 我吗 yes 我是容易受周围的环境干扰 对对对 太准确了 刚才我就说了一个衣服的问题 就跟我吵半天 太准确了 所以小高你 微博还是不要开了 微博就开了 我从来也没有开过 很对 所以我录像中你们不要老说话 你们说话会严重干扰我 来 我是想问你 以后是更多的想学行政 还是想学销售 因为这都是你两个诉求嘛 我们公司没有销售 我们公司只有营销 所以这块纠正一下 如果我等于会留下灯 可能是助理这个位置 不是营销 也不是销售这个位置 但是你可以学学销售 您是说 你以后会偏行政 还是会偏营销 营销 营销 那现在宝宝这么小 你偶尔如果加加班 偶尔啊 我只是指 有没有问题 或者说 你自动自觉的 因为做销售的人 可能会很投入啊 自己会给自己加班 可能这样会回家晚了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偶尔加班 偶尔没有问题 现在谁在帮着带孩子 我母亲 姥姥带着呢 对 六位 现在你们的灯亮着 二次选择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拳 就到了崔小简的手里 拳 月灵离开了 隐红离开了 剑离开了 还有三家留了下来 来 去听各自提供的职位 红城教育 我提供的职位 是红城教育集团旗下 101远程教育网 北京分中心的 北京总校的大客户专员 好的 来 斯凯乐 斯凯乐给你的岗位 就是大客户的销售 优胜教育 那个小姐 其实因为 就是很多选择 我们优胜教育的加盟商 都是因为 自己又想做事业 又想兼顾家庭 那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我刚才想了想 我觉得还是满足你 想去发展事业的一个想法 所以去我们全国加盟中心的 做一个高级招商经理 但是如果你想 学习如何去教育孩子 未来 去经营家庭 所以那你可以去我们的 中小学 学个性化教育这一块 去做一个 这个运营管理的 这么一个储备干部 问一下陈总 您那边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优惠的条件 其实我理解你的意思 所有我们的员工的孩子 在我们的机构里 上课或者服务 都是免费的 我们自己员工的孩子 还有什么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对 思考一下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一盏灯灭掉 再见陈灵灵 两家留了下来 分别是斯凯勒户外 和优胜教育 谈前不长大 先问一三种吧 我们这边大客户的 那个底薪四千 然后加提成 试用期呢 试用期八折 好的 陈总您那边 高级招商经理 起步底薪就是五千 所以刚才你好像说 是四千是吧 这就我真不是故意 没关系陈好 然后那个 他还有绩效提成 这是高级招商经理 对对对 你说的另外一个职位呢 中小学的那个 储备干部 储备干部是底薪五千 但是你需要 经过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 这个 这一块的业务 他相对来说 真的 他涉及到的业务 模块比较多 你就需要轮岗 学习三个月 而高级招商经理 他就直接就是销售了 思考一下 储夹姐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斯凯勒 还是优胜教育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 再见 我选择优胜教育 储备干部 我选择